韩国加入撇鳖团队 部署萨德 没办法 只好自我炮灰化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看来这个韩国呢 是要站队了啊 把自己呢变成一个炮灰 现在呢 最近有一条消息啊 他要部署萨德了 完全的部署 之前呢 萨德不已经进驻了吗 然后呢 有一大堆规定啊 规定呢 他没有完成部署 现在呢 这些规定 这些限制都没了 他准备完全的部署了 也就意味着 他正式的加入了撇鳖团队 什么叫撇鳖啊 撇鳖就是跟中国对抗啊 跟中国对抗的团队 只不过呢 我用了一个网络用语 在之前中国军迷圈啊 把鳖当成什么呢 当成中国军队 比如说呢 中国空军就叫鳖空 如果呢 中国海军呢 就叫鳖海 这个意思 鳖啥啥意思 就是土的意思 跟那兔那个兔子是一样的 那兔那个兔子不是同志 那兔那个兔子就是土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韩国这次呢 要当撇鳖小能手了 我呢 大野猫呢 也祝他好运啊 祝他好运 为什么有人说 韩国这么不着店 现在选择在这个时期选边站呢 其实呢 韩国不选边站呢 他也没办法 为什么说他没办法 因为前两天呢 我问大家了一个问题 在我的社区里 谁最不愿意看到中美缓和 我给了一大堆选择啊 谁不愿意看到中美缓和 最不愿意看到中美缓和的 一定是最后那个没有办法的 有人说第三世界 不愿意看到中美缓和 第三世界是什么呢 他们喜欢就是说 在两强之间呢 可以呢什么 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比如中国也给利益 美国也给利益 然后呢 两头吃啊 两头吃 两头花钱 两头发展 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以呢 中美缓和呢 对他们的话语权呢 是要降低的 这个呢 可以说的过去 但是呢 如果中美合作了 中美缓和了 难道就意味着不给他们援助吗 也不是那个样子 中国会照样给他们援助 美国呢 也会照样给他们援助 也就是说呢 第三世界的影响不是很大 那有人说 俄罗斯不愿意看到中美缓和 这个东西哪摔哪摇去啊 俄罗斯是一个大国 尤其是俄罗斯 在我眼里是一个超级大国 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中美哪怕缓和了 他也能活下来 你看现在他把 他被那个谁 他被这个西方给制裁成 制裁成这个样子 他不也活下来了吗 而且活得还不错 据说今年经济可以增长 有人说中美缓和了 意不意味着中国制裁俄罗斯 不意味着这个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会保持那个关系 中美缓和了 或许对俄罗斯还是一种好事 那这个东西呢 你看你怎么看 俄罗斯这边呢 就是说他需不需要有中国 对中国一个 跟中国一个很好的关系呢 他需要 但是到不到那种 他没有选择的程度呢 也没有 所以呢 俄罗斯呢 愿不愿意看到中美缓和呢 按照现在这个条件 他是更希望的中美可以对抗 但是呢 如果中美缓和呢 也无所谓 有人说日本日本如果中美缓和了会怎么样 日本中美缓和了也没事 真的 也真没事 因为日本嘛 他在这块就是说 他的选择性的还是比较大的 中美缓和了 他可以选择跟中国缓和了 或者中美缓和了 他可以选择用别的方法嘛 对不对 而且他的选择比较多 包括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也没事 台湾地区怎么这样都行 你看中美不缓和的情况下 对台湾恰恰是更危险的 然后中美缓和了呢 对台湾的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之前台湾这个领导人 马英九不就说嘛 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美之间关系 就是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嘛 这样这样一个关系 他取决于这个 台湾的就相对安全一些 中美缓和呢 对台湾肯定是好事嘛 那为什么是韩国呢 因为韩国他没有选择 韩国没有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是取决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 这个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 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 韩国的尹熙岳政府呢 正好呢 他选择了美国 他选择了美国的原因 跟之前文在寅的政府呢 不一样 之前文在寅的政府呢 走的是中立路线 他走的是什么呢 他所谓的中立路线 不是说他跟美国划清界限 他依旧呢 跟美国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同盟关系 有人说李在明上台 李在明上台也会就是说 也会说跟美国分庭抗礼 不会的 李在明上台也会跟美国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 非常良好紧密的同盟关系 只不过呢 在中美对抗这个条件下呢 他不会直接的选边站 也就是说呢 李在明和文在寅都是这样的人 尹熙岳呢 他不一样 因为尹熙岳他代表着韩国的保守派 他这个保守派在韩国内部 现在呢 就不得腰抽 在韩国内部呢 上一次获胜也是勉强的获胜 而也就是抢在就是说 韩国当时的民调 对他稍微有一点优势 如果再选个十次 或者再选个二十次 他肯定选不上 也就是尹熙岳他好不容易上来了 他好不容易上了 他就得想办法呢 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条件 来求活 他求活是尹熙岳的政党来求活 这就韩国是另外一回事 咱一会再讲 尹熙岳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呢 搞一套就是说他自己的保守派 他自己保守派要活着 怎么办 那只能跟美国呢 走的越近越好 其实呢 他不太希望呢 美国是拜登政府 他更希望美国呢 是特朗普政府 或者更极端的这个保守派共和党 那这样一来呢 他就可以完全的联系上了美国 然后呢 美国就是跟美国就实现了 不仅是韩国跟美国的同盟 同时是韩国保守派跟美国保守派的同盟 那这样对尹熙岳呢 那是极大欢喜嘛 就是说他那个条件的都满足了 所以尹熙岳现在是啥呢 一心一意的跟美国搞好关系 如果中美缓和的情况下呢 那对他来说呢 就对他的保守派的今后韩国这个地位呢 就不太好了 因为中美缓和了 然后呢 他在炒过中国的威胁啊 在炒过中国的烂七八糟事啊 哎 可能呢 就不得压抽了 或者呢 支持率呢 就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自己支持率的那么一个 一个顶梁柱呢 就顶不了了 那这个呢 以对尹熙岳来说呢 就他不愿意看到这个 另外还有一点这个东西呢 必须跟大家说呀 就是韩国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中美 中国和美国的对 咱就咱说啊 中美缓和也好 中美对抗也好 假设中美对抗 假设中美对抗 如果你是韩国 你怎么选择 你选择韩国 韩国你是 你是选择中美对抗当中 你选择中立呢 还是选择你参与美国 其实韩国从一个中美对抗两极格局的大北景下呢 他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 这个就是这个韩国作为一个国家 他的他这种悲惨的地方 我看是网上有评论 南朝鲜呢 就是韩国呢 现在是彻头彻尾的跟了美国了 为什么呢 有人说他说啊 如果中国和美国啊 如果中国美国打仗 或者中国美国对抗 中国输了 美国赢了 哎 这个南朝鲜呢可以统一朝鲜半岛 就成立了整个大的一个大韩民国了 如果呢 那什么呢 那中国赢了呢 中国赢了 美国输了呢 他可以把美国人赶出去 是不是这样 这样是可以赶出去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朝鲜怎么办 就是朝鲜怎么办 就平壤政府怎么办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大家要明白啊 中国现在跟朝鲜是一个什么关系 中国和朝鲜现在是血盟的关系 血盟的关系 或者是文管叫军事同盟的关系 中朝有一个友好互助条约 应该是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他里边第二条规定了 一方遭到攻击 另一方一定要那啥 一定要去参战去帮助去 这个东西呢 就是硬着当年朝鲜战争 现在朝鲜战争还没停战 还没结束啊 只是有一个停战协议 没有一个中战协议啊 朝鲜战争还打着呢 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块牌子还没摘呢 明白啥意思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中国和朝鲜依旧是同盟关系 然后如果中美形成了这种两极格局 两条两套体系之间的对抗 或者正式走向对抗的话呢 那朝鲜呢 作为中国的盟国 或者中国的盟友呢 肯定会站在中国这一边 那如果中国战胜了美国 韩国就非常尴尬了 韩国就非常尴尬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以后 那就要清算韩国作为一个政体了 你参与美国参与这么长时间 无论是你的左翼还是你的右翼 你的右翼就是尹熙悦这些人 你的左翼就是文在寅 或者是李在明这些人 你怎么办 你怎么选择这个东西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摆在中国面前的怎么选择 你是想要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还是两国家接着分着 两国家接着分着朝鲜肯定不干 朝鲜肯定不干 不仅朝鲜不干 整个第三世界都不干 为什么 朝鲜人民主义人民共和国 首先呢 他去殖民化了 第二个 他去宗藩化了 他迎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中国到时候也不能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这个趋势的对立面 所以朝鲜是有诉求的 他的诉求是什么 我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然后呢 我要实现整个朝鲜半岛的去殖民化和去宗藩化 你干不干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选择 中国到时候选择肯定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支持朝鲜的 肯定是支持朝鲜的 因为他不能不支持朝鲜 因为他不支持朝鲜 他就失信于第三世界 失信于整个发展中国家 这就不好办了 知道吧 这个就不好办了 到时候你到到时候你站在第三 第三世界对立面 那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他肯定得让人 那有人说朝鲜的核武器怎么办 朝鲜的核武器好办 这个东西好办 到时候可以谈吗 怎么谈啊 很简单吗 很简单吗 我可以让你统一 这是可以的 我可以让你统一 可以让那个什么 让你统一韩国 但是你这个朝鲜半岛 对无核化 中国绝对有这个实力 让他无核化 无核化可以 因为无核化也是全世界的共识 无核化也是全世界的共识 你觉得中国战胜了美国 中国战胜了美国 也在这个地区战胜了美国 大说中国能把美国捏了吗 不太可能 但是中国战胜了美国 那这一地区无核化 照样还得是大国之间同意吗 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统一韩国 就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他就这个 我是我说的 从一个第三世界发展的角度 从一个反殖民的角度 我给大家理了一下 这个逻辑关系 有人说朝鲜是 韩国人两班体系 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从文化的角度 这个东西是通过一个 我们管的叫 从一个王朝思想的角度 但是呢 我是从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去殖民化 第三世界去宗藩化 这个角度来聊 也就是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聊 文化是一方面 但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 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 如果中国战胜了美国到时候清算南朝鲜政府的时候 那么朝鲜的诉求 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诉求 那一定要得摆上台面上来 第三世界到时候看着中国呢 你别以为第三世界到时候不看着中国 第三世界看着中国呢 你查理班长这事怎么办 查理班长这事怎么办 到时候我相信中国肯定会站在历史正确里面 历史正确里面就是朝鲜统一了韩国 朝鲜统一了韩国 不等于说朝鲜会保住他的核武器 他的核武器要拿掉的 他这个核武器要拿掉的 然后这个军事同盟关系怎么办 这个军事同盟关系也可以谈 也可以谈 谈成什么样 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会看到这个逻辑形式是什么 韩国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韩国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 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 一味的追求美国 无论是你那里边拿几个党 你一味的追求美国是不行的 美国一旦不行了的话 到时候韩国怎么办 对不对 到时候韩国怎么办 你追求了美国 追求那么长时间 整个你文化从上到下 全是美国化 然后呢 你这个韩语或者朝鲜语 韩国化的朝鲜语啊 这个里边塞进去的大量的外来词 都是英语 都是从美国这边过来的 你怎么整就是美国对韩国的这种改造 这种文化的变革 这种文化的震透 非常非常深 到时候这个东西你怎么办 也就是说韩国要经历一场去殖民化和去东藩化 这个情况就是说韩国到时候得准备好了 为什么准备好了呢 因为这个是历史的潮流 韩国必须得过这个坎 不仅韩国要过这个坎 那菲律宾也得过这个坎 日本好像也得过这个坎 明白啥意思吧 也就是说这个逻辑关系 大家要理清楚了 美国如果打了打败了 对于韩国来说 他的选择就是去殖民化 去中藩化 尤其是去美国化 到时候你怎么整 到时候你怎么整 你朝鲜 朝鲜是什么 去中藩化 去殖民化了 他呢 哎 他是怎么着 他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正义的一面 对吧 人类文明正义的一面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面 韩国呢 韩国跟着美国跑了 韩国跟着美国跑了 搞这种师大主义 或者是生存主义 那是韩国自己的选择 如果中国战胜了美国 那这就是韩国的问题 那韩国的问题 他没有这个选择权 他现在没有这个选择权 他现在面对他的 要么就是说 特地的把自己的历史 把这套东西割上 要么就怎么办 要么就跟着美国 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得跟美国 没有办法 他必须跟美国 然后你就会看到现在 他加入了撇撇团队 部署萨德 其实你说萨德 对中国这边威胁大吗 萨德有人说 他可以溃探中国这边的东西 是可以 有一定的威胁 但是韩国这么做了 韩国这么做了 等于说他站 跟美国站队了 他跟美国站队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一旦战争爆发 一旦战争爆发 他这个萨德基地 马上在头一分钟 就被中国的高超音速 导弹给废掉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如果韩国到时候说 向中国本土发动攻击呢 那向中国本土发动攻击 那到时候不是撇憋了 到时候撇韩了 明白啥意思吧 而且很有可能 韩国变成国家公园啊 我说的不是闹着玩的 因为每一次台海这边出事 朝鲜半岛肯定有事 那这是历史的一个趋势吗 每一次台海出事近代 朝鲜半岛肯定出事 我想韩国不是不知道这个事 加上之前我说的逻辑关系 如果美国输了 对于韩国来说非常的不好 那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 今天隐积月做出了这个选择 那做出了选择是不是办法呢 也不是 也不是 这个办法 其实比他走中立路线 到时候 到时候看怎么样 听中国发落 比这个还要差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自我炮灰化了 什么叫自我炮灰化了 自己没有价值了 自己没有价值 这就是韩国的悲剧 韩国的悲剧就在这 就是被就悲剧就在这 现在韩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啊 蚕食了他的市场啊 这个是关键 还有一个就是韩国老龄化的事 老龄化这东西都是次要的 主要就是说他这个市场被中国给蚕食掉了 那你说萨德这东西威胁大 还什么威胁呢 在中国这在中国周边 中国大陆周边两个雷达站 威胁是最大的 一个在莱克多巴菜哇的新竹市 新竹市这块有一个东西叫铺路爪 这个东西威胁非常大 还有一个地方在哪呢 在俄罗斯的唐农两海 唐农两海这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雷达站 他这威胁也比较大 但是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不错嘛 这个东西可以忽略不计嘛 就这么一回事嘛 那所以这事怎么办 这事怎么办 对于韩国来说 那你是韩国你怎么办 所以现在他只好自我炮灰化 他自我自我炮灰化 符合尹熙悦保守派 这个他的利益 同时呢 他也认为韩国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么选择 那这么选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韩国人会非常非常的惨 他自己的产业被蚕食掉 他自己的经济会逐年的下滑 然后如果战争一旦爆发的话 他立刻沦为炮灰 就这么直接 就这么残酷 外交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没有小事 外交这个东西不是小孩过在家 不是闹着玩的 韩国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 那么他要承担这个后果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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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